朋友在群里发了一条帖子,帖主懊恼不已,之前和一群男人玩深水炸弹,怀了三次,打了三次,现在要结婚了,不知道婚检会不会查出来。 我原本的表情凝固在脸上,因为我看见帖主的头像正是我未婚妻养的狗,大学毕业后,我跟室友们的联络就少了,大家都忙着工作。 偶尔会有人分享搞笑段子在群里,然后一人聊几句,可这天,我的上铺兄弟分享了条帖子,令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住了,之前和一群男人玩深水炸弹,怀了三次,打了三次,现在要结婚了。 不知道婚检会不会查出来,问题不是这句话,而是帖子主人的头像正是我未婚妻养的小狗,我绝对不会认错,狗脖子上的金锁还是我买的。 可我的未婚妻不是正在山区做支教吗? 我点开帖子,查看着评论区,就见帖主回复了几条,跟男友异地,当初愿意跟他在一起,就是因为他对我好,那方面也不错,可人总有犯错的时候,更别说距离这么远。 我当然爱他,可这不妨碍我寻找刺激,说不定他也是这样想的呢,呵呵,我没有错,这些字眼把我气得浑身发抖。 我赶紧点开铁竹的主页,发现他前面还分享了几条动态,而从照片中可以看得出来,背景就是他正在支教的那个小学,天下哪有这妖巧的事情? 这就是我未婚妻的小号,我立马给邹媛媛打了个视频电话过去,等待了片刻,那边接通了电话,邹媛媛面色苍白,很是虚弱地撑着胳膊脱塞倒。 前雨,怎么了?我在忙着贝克呢,这群孩子基础太差了,但是好在他们都很好学,我辛苦点也没什么,未婚妻的回答看不出任何破绽,他看起来确实也像是疲劳过度。 熬夜导致的,没什么,就是想你了,要不然这周末我去看看你吧,邹媛媛想,都没想就拒绝了,前雨哥这边太偏僻了,我不是跟你说过,设施什么的都很落后,你一个习惯住别墅的人,怎么受得了这里? 好了,下个月我就回来了,你放心吧,邹媛媛刚说话,电话那头就传来动静,邹老师,他宿舍的门被人推开,两个男人走了进来,邹媛媛迅速压下,眼底纳抹心虚,笑着起身,然后把摄像头只对折他的脸,前雨哥,不说了,学生家长找我有事,我先挂了,他说完不等我回复, 就急匆匆挂掉了电话,学生家长,一颗怀疑的种子,既然种下,就会生根发芽,我很想相信邹媛媛,她家里条件不好,但是人很善良,又漂亮努力,是我见过最不一样的女生,甚至大学毕业后,她毅然决然的去做支教,那么苦那么累,还没什么报酬的工作,她都从没抱怨过什么, 我欢喜自己捡到了一个宝,所以对于她家要一百万彩礼的要求,我也都答应了,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,邹媛媛那样内敛,腼腆的女人,怎么可能跟几个男人玩深水炸弹? 所以我蹲点,守着那个铁竹,晚上,她又更新了,谢谢大家关心,我已经决定回去跟男友好好过日子了,今天两个学生家长又来找我,我保证,这是最后一次对不起她,配图是她拍的脖子以下的照片,她还比了一个夜,女人穿的裙子,就是邹媛媛下午跟我打视频时穿的那一件, 我如同被雷批中的一样,呆支柱,评论区也是精彩得很,尼玛,蹲后续,我想知道是哪个绿帽兄弟,哈哈哈哈,你爱他你还出轨,我不理解,并且大为震惊,谢谢铁主分享,我现在就带我老公去体检,这种事男人女人都有可能,感谢大家科普,原来深水炸弹是这个意思, 我已经提着40米大砍刀,回家跟我对象决一死战了,可他们是玩段子,而我是真的绿帽哥,我想不明白,邹媛媛怎么好意思说爱我的,爱我就是跟几个人乱搞,让我当接盘侠嘛,怪不得他都不跟自己之前的朋友联系了, 我当初还以为他是因为家里条件被孤立,现在串联在一起,可就说得通了,他是怕那些人不靠谱说漏嘴,然后跟我的婚事泡汤吧,我家在市里有几套房,我爸妈手上也有不少资产,包括我从大学开始就在做的一些投资,也赚了不少钱,他爸妈要一百万彩礼,我室友都吐槽是卖女儿, 所以他们很不喜欢邹媛媛,我也就不在他们面前提起他,可这不影响我爱邹媛媛,如果一百万可以把他从水深火热的家庭中解救出来,我心甘情愿给,可我想不到,他背后居然玩得这么精彩,就这样还想结婚,没门。 我花钱雇了个私家侦探,让他扮演摄影师去拍摄素材,过了两天就传来了不少邹媛媛的照片,这才多久,就能拍到邹媛媛跟四个男人暧昧的照片,或多或少都不正常。 他最近一条帖子不是保证了,那是最后一次对不起我吗?我脸上泛起冷笑。 果然出轨,只有零次跟无数次我最爱的女人。 居然还有一副我不认识的面孔,她的如意算盘打得真的很响,我给四家侦探结算了尾款后,就静等邹媛媛回来。 她的小号还在更新日常,甚至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人认识她,她像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口子,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天性。 邹媛媛回市里这天,我照常开车去接她,钱宇哥,我好想你。 邹媛媛委屈地哭了出来,我不动声色地推开她,笑着道,我也想你,这次支教有什么收获啊? 实则内心恶心地不行,在穷乡僻壤,更不知道多少个男人撕婚在一张床上。 鬼知道带了多少细菌。 看着邹媛媛青春中又夹杂着几分媚态的样子,我就知道她来之前也没少被满足,当然有了,那些孩子们真的好乖也好可爱,我想跟钱宇哥也有个孩子,邹媛媛羞涩地偷看我。 这神踏马能猜出来,面前这女孩都已经是三个多天使的妈妈了。 她想跟我有孩子,我还想看她真面目被曝光后又是什么样的人呢。 我以结婚前不能同居为由,先给邹媛媛开了间五星级酒店的房,她很开心,而且说话的时候眼里只有我,甚至我都会产生错觉。 那一切都是假象,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去见邹媛媛,没想到她兔仙给了我当头一棒,她的小号又更新了,男友在筹备婚礼了,可我真的很寂寞,约两个弟弟玩一下,应该不会被发现吧。 她发的帖子用的语气都像是只偷心的猫,小心翼翼又带着点刺激感,评论区很多人骂她,好像还把她骂爽了。 你们三官又有多高尚突呢?谁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急着谴责我。 怎么,看见我就像照镜子了,我震惊她的发言,因为酒店是用我的身份定的,所以我轻而易举可以查到登记信息。 邹媛媛确实,带男人去房间了,她居然大胆到这个地步,这是算准了我百分百信任她,所以偷摸着寻找刺激是吗? 既然她这么喜欢刺激,那我可要准备一份大礼给她了,我打电话告诉邹媛媛我马上要去找她,实则我人已经在楼下了,很快,两个男人戴着鸭舌帽匆匆离开, 他们脸上还挂着笑容,像是做了什么坏事,正在偷着乐,又过了会儿,邹媛媛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到,与此同时,我直接用房卡刷开了她的房门,邹媛媛如同受惊的小鹿,猛然回头,看见是我后。 松了一大口气,浅宇哥,她没有像上司一样,看见我就要抱我,应该是刚刚完虚脱了,压根没力气。 媛媛,我们也该结婚了,我爸妈都催着我快点娶你,你把你爸妈的联系方式给我,我接他们到市区来玩玩,顺便把我们的日子定下来, 你看怎么样,邹媛媛开心的眨眨眼,当然好了,还是浅宇哥安排的妥当,她坐在沙发上不起来,房间里也像刚刚喷过香水的样子,可想而知,刚刚的状况有多激烈, 那现在,我先带你去吃个饭,我走过去拉她,就见她扭捏着身子,整个人几乎要靠在我身上。 媛媛,怎么了,是身体不舒服吗?我故意捏了把她的腰,她酸疼地叫出了声, 潜宇哥,我坐了好久的车,腰都快断了,这不刚回来的时候还没感觉,现在腿痛得不行,这个解释十分合理, 我挑不出任何毛病,那还是在酒店休息吧,你把你爸妈电话给我,我先去安排,我温柔地笑着,揉了揉她的头发, 邹媛媛愣愣了会儿,眼眶里闪烁着泪花,潜宇哥,你对我真好,遇见你,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了,小傻子,我也是,我轻轻地抱了她一下,随后借口临时有会就先走了。 酒店一楼的公共卫生间里,我不停地用消毒液洗着自己的手,甚至直到双手通红,我也没知觉, 所以她脏的是身体,还是躯窍里的灵魂呢,我自嘲地笑了笑,擦干手后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邹媛媛晚上又更歇了小号,她再一次忏悔了,我爸妈需要一百万给我哥在老家买房子,他们在催我结婚。 男友也打算这几天把他们接来了,她真的好好,有我后悔了,我要好好爱她,给她生孩子,最眼熟的还是从第一个帖子一直追更来的几个网友,他们的评论依旧大快人心。 妹子你,还是放过人家吧,你也不能逮着一只羊的羊毛蒿啊,你去做检查了吗?打了三个不影响怀孕,就是啊,千万别生一个机型孩子,祸害人家一辈子,一百万,你怎么好意思开口的? 这一次,邹媛媛没有再回复他们的评论,有网友猜测,她是真的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。 只有我知道,邹媛媛忙着去医院体检呢,我给她订酒店的时候,特意选在了一家大医院附近,她平时舍不得花钱,自然不可能打车去远的医院,刚好那家医院是我好哥们家里的,因为病人的病例属于隐私。 所以,我不会为难我好哥们,只要他帮我留意一下邹媛媛这两天去医院即可,所以他前脚刚进去,后脚我就收到了短信,我立刻开车,也去了医院,我问了我哥们这方面要挂什么科,他直接就带着我往妇科去,马德,他还敢找你要一百万彩礼,这不是诈骗吗? 别冲动,这可是你家医院,不能砸了口碑,作为当事人绿帽哥,我比我好哥们还冷静一些,既然已经看清了这个女人,我就不会再在她身上内耗下去,好哥们听从我的安排,去跟门口值班的护士聊天。 顺便留意着邹媛媛的动向,邹媛媛一做完检查,前脚刚走,好哥们就带着我进了刚刚的诊室,医生,我来拿我未婚妻的检查单,医生看我的表情很耐人寻味,不过看到我的手机壁纸是我们俩的合照后,还是把单子给我了。 出了门后,我快速用手机拍下上面的诊断内容,上面大大小小的妇科病,气得我真想把单子摔在那个女人脸上。 她若是跟我在一起,身体出了什么问题,我绝对会对她负责到底,并且不离不弃。 我爱的是她这个人,包括她的所有,可这不代表我接受背叛。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,好哥们询问我,看我的眼神很是同情,而我则是让她等在门口,一会儿邹媛媛来了,把报告单给她就行,他们两个人没见过,所以我不担心邹媛会看出破绽。 我站在拐角处,看着戴着口罩的邹媛媛拿完报告就走了,她这是,还有羞耻心,我拿出手机给她妈打电话,喂,阿姨,我是好潜语,您方便这两天来市里吗?我来安排。 当然了,除了说好的彩礼外,我还想给你们在市区买一套房子,也方便她没事回家去看你们,听到除了一百万还有一套房子后。 邹媛媛的爸妈快高兴疯了,在电话那头一直夸我,说下周就要过来,我也很迫不及待,不知道邹媛媛爸妈若是亲眼撞破她的丑事,会是什么反应? 既然她不忍,就不能怪我不义了,可邹媛媛这几天很安分,像是真的要洗心革面了一样,这可不行,我立马托大学室友,联系上了邹媛媛大学时候的闺蜜薛如。 见面的时候,薛如的眼神一直带着同情的色彩,看来你已经都知道了,我跟邹媛媛现在已经闹掰了,说实话,关于她的事情,我并不想掺和什么。 按照薛如的叙述,她一开始是不知道邹媛媛在背后玩得很花的,一直到有人找上她,说她在外边当小三,作为本人,她当然很蒙圈,调查后才发现,是邹媛媛利用她的名字在外边乱玩。 两个人这才吵架闹掰了,事到如今,薛如也没有站出来诋毁辱骂过邹媛媛,有她这样的朋友,也是邹媛媛三辈子秀来的福气,可人总有仇恨点,只要我踩到她,薛如就不会是这副不想沟通的样子。 要不然,她今天完全可以不来的,通过薛如,我知道了邹媛媛大学时候很爱的那个男人,居然是她的导师。 后来他们师母闹到学校,要不是因为那个男人的虔诚。 这是也不会悄无声息的了,我头顶的绿帽子越来越多,我对邹媛媛也只有恨意,完全没了心软。 我去见了邹媛媛,等她去浴室洗澡的时候,悄悄解锁了她的手机,也找到了那个导师的联系方式。 只是让我震惊的是,他们还有一个群,也就是说,邹媛媛不是毕业后才开始玩多人活动的。 我忍着恶心的冲动,用邹媛媛的口吻,在群里发了这家酒店的地址,约他们这周末来见面, 随后就删除了记录,群里的人几乎秒回,各种表达对邹媛媛的想念,我消息删都删不过来。 确定他们肯定会来后,我才放下心来,邹媛媛洗完澡出来后,就迫不及待的想跟我发生点什么。 别说我面对现在的她,没有半点兴趣了,我只想赶紧逃走,但为了接下来的计划,我还是在酒店里,等到邹媛媛睡着之后,才离开。 一大早,一夜没睡的,我去车站接到了邹媛媛的爸妈,还有她的混混哥哥,邹媛成染着紫色头发,耳朵上也打了好几个耳钉。 她很瘦,只有一米七的个子,那脸色一看,就是纵欲过度的样子。 邹媛成见到我就亲切的喊我妹夫,千语真的一表人才啊。 比前几天,好像更高更帅了,媛媛嫁给你,我们可就放心了。 邹媛媛的爸妈夸着我,尤其看到我的车子,眼里都要冒光了,而邹媛成则是迫不及待递上了驾驶座,摸着方向盘。 妹夫,你开这么好的车,什么时候也给哥哥我整一辆啊,不然等你们结婚,我没车子跟车队,多给我妹妹丢人。 邹媛成大大咧咧的喊道,邹媛立马陪着笑容,圆媛还没跟潜宇结婚呢,你就要车子,这让人家知道了,还不晓得怎么说我们家。 买车子可不是一两个钱,潜宇你说是不是? 他们一家难看的吃相,就差写在脸上了,我笑着点头,哥他说的没错,是应该买一辆,很快我跟圆媛就要结婚了。 要不然,下午我们就去看车子吧,听到我答应得这么爽快,奏平成立马从车上跳下来,他一脸惊喜地道,妹夫你这说的真的假的呀,我就随口一提。 完了完了,我妹这次真的嫁到好人了,你们俩的婚事,我举双手双脚赞同。 等你们结婚,再让我妹妹给你生两个孩子,我爸妈有时间可以帮你们带的。 邹平成打着包票,都在幻想未来的生活了,我顺着她的话说,把她们能想到的要求全都满足了,比如买完房子,结完婚后还要带她们一家人去旅游一个月等等。 邹母要打电话给邹圆圆,喊她提前下来等我们,却被我拦住了。 伯母,圆圆还不知道你们提前一天来了呢?她面子薄,还是我们直接上去吧,先前在电话兔里就能听出来,他们提前一天来,就是担心邹圆圆使绊子。 邹圆圆还是站在我这边的,不想让我给她家那么多彩礼,就像她自己说的,她是爱我的。 我在楼下抽了根烟,随后就带着欣喜的三人上楼,因为有房卡,我不等邹平成敲门,就先刷开了房门,妹啊,你哥我还有你爸妈来了。 邹平成进了房间就大喊着,顿时她就傻眼了,而后脚进房门的我们也都听见并且看见了床上的动静,就见那两米的大床上,几个男人跟邹圆圆交缠在一起。 听见我们进来的动静后,几个男人赶紧停下动作去找衣服穿,而被玩弄半天的邹圆圆则满脸惊恐,脸上还是还没退去的红韵,啊,你们这几个混蛋对我女儿做什么?老子打死你们。 邹母跟邹父疯了一样的上去殴打几人,而邹圆圆还在着急找衣服穿,邹平成急了。 她,妹夫,这肯定是误会,我妹妹不是这样的人,她,她。 邹平成很想帮邹圆圆解释,但是刚才淫乱的画面,所有人都看见了,邹圆圆可没有一点不情愿, 果然,以邹圆圆的性子面对送上门的几个男人,她怎么可能会拒绝? 而且,看先前群里的聊天记录,他们应该很喜欢玩角色扮演,邹圆圆也有受虐倾向,邹圆圆。 他们可是你的老师,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爸妈,你哥哥对得起我吗? 我大喊一声,所有人都愣住了,尤其是那几个狼狈的中年男人,也都露出了恐惧的神色。 你要多少钱,只要这是不说出去,什么都好说。 对,都怪这女人勾引我们,而且这又不是第一次了,她自己很愿意的,几个人还在狡辩着什么,邹圆直接气背了过去,直直地倒在地上。 邹母大喊大哭,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啊,孩子他爹啊。 这么乱的场面,几个老男人想跑,被邹平成给拦住了,一人十万,谁也跑不掉。 这种场面,邹平成还不忘赚钱,我该夸他,聪明还是聪明呢? 千语哥不是这样的,我是被迫的,邹圆圆哭着穿好了衣服,他跪在地上想求我原谅,邹圆圆,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? 我甩开了他,企图拉着我的双手,冷眼看着他,邹圆圆不停地摇着头,千语哥,我真的是爱你的,似乎事情从始至终,他都在说爱我,可他的爱到底是有多畸形? 我吐出一口浑浊的气息,随后道,结婚的事情就算了吧,不行。 他们家四个人几乎一口同声地道,邹母最是着急,千语,我女儿可跟了你六年,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给你了, 现在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,我女儿号调的青春该找谁去,就是我妹妹长得这么漂亮,又有才华,她又不是自愿的,这种事作为男人还是要大度一点,妹夫啊,我跟你说,等你们俩结婚,你想去外边偷吃,我妹也管不着你啊, 到时候我肯定站在你这边的,邹平成悄悄跟我说着,但还是被邹圆圆听去了,邹平成,你是我哥,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? 邹圆圆大吼一声,此刻的她哪里还有一点淑女教师的样子,邹平成也气死了,你作为我妹妹,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来,我都替妹夫气死了, 你这是把男人的尊严扔在地上摩擦,我这可是在帮你说话,你还不知好歹,邹平成着急,一口气说出来就后悔了,她又陪着肖像给我递烟,妹夫,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,以后你就是我兄弟,有什么事我都照着你,邹母也跟着附和,一时间也不着急叫救护车了, 这一家人是彻底没救了,我赶紧掏出手机,先叫救护车来再说,邹副只是气急攻心晕了过去,常年干活的她身体硬朗得很,病房外,护士还没走远,邹圆圆就在她妈妈的怂恿下,对我直直地跪下, 前雨哥,我真的爱你,你能不能不要抛弃我,邹圆圆说得声泪俱下,不少路人都驻足看戏,甚至大家都在劝我原谅邹圆圆,我气得都快偶谢了,那我也希望你们,而媳妇老婆出轨一堆人,你们还能笑着原谅, 一听到这话,众人翻着白眼都散了,好前雨,你怎么能毁掉我女儿的名声,这种事情,怎么能对外宣扬,你有没有一个当丈夫的责任心,我女儿既然跟了你,就是你的人,你说什么也别想甩掉她,不然我们就去你家闹,去你公司闹, 邹母耍横,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完全不担心我会赖账,我本想念在这六年感情的份上,手下留情,奈何这些人逼我至此,我倒想看看,把事情闹大,他们哪来的脸面,想我娶她也行,财礼我一分钱都不会给的,我话音落下,邹母目瞪口呆地看着我,什么? 一百万彩礼,一套市区房子,还有一辆车,一样都不能少,就是就是,邹平成也气得不行,他直接在走廊上抽起烟来,邹圆圆皱紧眉头,瞪着他妈妈还有哥哥,怎么还有房子跟车子? 你们是在卖女儿啊?邹母气得给了他一巴掌,我养你这么大,哪一样不要花钱,你吃的穿的喝的,都比你哥哥好,为了供养你读书,你哥哥都辍学了,你居然不想着报答你哥哥要做忘恩负义的人是不是? 邹母气得抓着胸口的衣服,面目猙獰,她气得发抖,一直对邹圆圆指指点点,她自己成绩差,不想读书,跟我有什么关系,我不同意,说好只有一百万,如果你们要这样,我就不嫁了。 到这个时候,邹圆圆居然还在替我说话,可事实好像是,我不愿意去,而不是她不愿意嫁吧,邹平成对折邹圆圆就破口大骂,导致护士们去而复返,这里是医院,不是你们卖女儿的场所,要吵架出去吵,再不安静,我只能叫保安了,小姑娘瞪着他们,警告了一遍,邹平成笑着道歉,和声和气的, 我算是明白了,这一家人都只敢窝里横,邹母把邹圆圆叫去了外边教育,留下我跟邹平成在病房外边,妹夫,要不然,我们下午先去把车买了,其他的是不急,反正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,我似笑非笑,买什么车,我现在不想娶你妹妹了,谁想娶你找谁买去,我转身就要走,邹平成追了上来想找我麻烦, 就她这小身板,刚拽上我衣服,就被我推撞在了墙上,邹平成发出杀猪般的叫声,惹得邹圆圆跟邹母去而复返,邹平成痛苦地指着我,好浅宇,你打人还想跑掉,还有没有王法了,你答应今天,给我买车,现在出尔反尔,说出去你怎么做人,她说得头头是道, 我看向邹圆圆,只见她并没有护着她哥哥,钱宇哥,不要给她买车,我只想你给我一个解释认错的机会,我真的很爱你,邹圆圆泪眼朦胧,她青春的脸蛋,怎么也看不出,私底下会做出那样肮脏的事情,邹圆圆,我们俩没什么好说的了, 我摇头,转身就走了,身后并没有邹圆圆追出来的身影,不知道她怎么想的,至少我是绝对不会心软,没想到那几个老师居然和其伙来告邹平成敲诈勒索,邹平成被拉去派出所问话了,人家有备而来,又是高知分子,想要对付什么都不懂的邹平成,简单得很,邹母带着邹圆圆上门来求我, 前雨,你这次可务必要帮帮我们家平成啊,我们都是真心把你当家人的,我已经教育过圆圆了,这时确实是她不对,但是你看在她跟了你这么多年的份上,就原谅她这一次吧,我听到邹母说的话,都要傻眼了,出轨多人,这是能原谅,我干脆剃发维僧,去普度众生得了, 伯母你这话说的,要是伯父干出这样的事情,你还照样跟他过日子吗?那我们两家的风俗可能不太一样,我阴阳怪气的冷哼了一声,邹圆圆立马急眼了,好前雨,是你发消息设下这个圈套的,不然我哥也不会收钱进去了,你现在想置身事外,枉费我心里眼里都是你, 这点小忙你都不肯帮我,邹圆圆眼眶通红,像在斥责一个负心汉一样,邹母也是贪坐在地上,大喊大叫,我女儿怎么遇到了你这么个渣男啊?喊一堆人来毁掉她的清白,我看你早就不想结婚了啊。 故意这么做,就是想甩掉我女儿,邹圆圆虽然心虚,但依旧在读我们俩的感情,我也不知道该夸她天真呢,还是自以为是呢,我嘴角上扬,勾起一抹冷笑,我叫她们来的,邹圆圆,你们心自问,你们之前没有不轨的勾当,还有酒店开房记录,包括监控,你敢跟我去查吗? 如果什么事都没有,是我误会了你,那么这个婚,我们照样结,该给的彩礼我都给。 我直勾勾地看着她,邹圆圆却不敢跟我对视,气场一下就弱下去了,不明所以的邹母,却觉得抓住了机会,笑着从地上爬了起来,这个行,好前与你要说话算话,我们现在就去查监控,邹母拉着邹圆圆就要走。 邹啊,你还等什么,邹圆圆像是被钉子钉在了原地,任由邹母怎么拖拽都不动,邹母活了一大把年纪,自然也看出了不对劲,她脸色大变,邹圆圆,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女儿啊? 为了你,还毁掉了我儿子,我儿子要是坐了牢,以后孙子就不能考公务员了。 是不是母亲都对自己的孩子有一层滤镜,邹平成那样的人,以后的孩子还能有出息,我简直匪夷所思,不过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,他们母女俩赖在门口不愿意走,我直接喊了保安过来。 别墅区这边都是独门独户,保安拿着高薪工作,自然要保证业主的安全,等他们离开后,邹圆圆还在发短信轰炸我,她在忏悔,让我有些意外的是,她的小号又更新了,男友发现我的秘密了,看她的态度应该还有原谅我的可能,只要不让她发现堕天使的秘密,应该还能挽回她,菩萨保佑我。 我真的很爱她,网友们都被她这操作六番了,这是谁老婆啊,快拎着,这要能原谅,那不能喊绿帽哥了,龟毛哥呀,菩萨送你三子,你都给剁了,还让她保佑你,你可歇歇吧。 而网友们似乎给了邹圆圆灵感,她马上回复了一条评论,你说得对,我应该母凭子贵,先结婚再说。 作为当事人的我,去你马得。 邹圆圆像是在跟踪我一样,我前脚在酒吧喝酒,后脚就被她逮到了,甚至她还安排了一出强强民女的戏马等着我,望着被几个男人拉扯的邹圆圆,我面无表情地喝下一杯酒,随后结账准备离开。 而邹圆圆卯足了劲,往我这儿冲,还哭喊着,浅宇哥,快救我。 呜呜呜呜,他们要欺负我,我平静地看着她演戏,甚至突有些厌恶,哦,我以为你在玩角色扮演呢,我细血的眼神,让邹圆圆烧红了脸颊,浅宇哥,你在胡说什么,你冤枉我了,我压根不认识她们。 你带我回去好不好,我真的知道,错了,浅宇哥,我不能没有你,邹圆圆还事先喝了酒,一靠近我,我突就闻到了她身上的酒味,一个喝醉酒的前女友,哪怕她做错了事情,我出于人道主义,也应该保护她的安全。 所以,我把她送到了酒店大堂,潜宇哥,你可以扶我上去吗?她一脸媚态,浑身像没有骨头一样。 想靠在我身上,奈何我一只手抓住她胳膊,死死的不让她靠过来,我招手喊来了服务员,五星级酒店的服务自然是到位的,给点小费,多的是人帮我把它送上去。 奈何邹圆圆不愿意,死死的扒拉住我,好浅宇,你没有些。 她哭喊着,难道我不好看吗?我跟了你六年,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? 你说的没错,明天退房,要是下午两点你还不走,多余的房费就是你自己出了。 我给了一个微笑,随后在服务员的帮助下顺利脱身,我真的没想到邹圆圆不去管自己哥哥。 还有闲工夫来勾引我,就她目前的这些破事,说什么我都不愿意啊。 爸妈知道我跟她的事情掰了后,就喊我回家去吃饭,我不想当个忘恩负义的男人。 所以就实话实说了,我爸妈气得不行,所以我们一致决定这事先瞒着爷爷奶奶,他们还给我安排了乡亲,让我去看看, 我好哥们在警察局也有人,奏平成的是有结果了,那几个导师的老婆不愿意善罢甘休,追究责任后,她被判了六年,至于他们打官司离婚的瓜,我就不感兴趣了。 一个邹圆圆可是害了不少个家庭,但一个巴掌拍不响,那些人的三观,道德观也都有问题,在我相亲的时候,邹圆圆不知道哪里得来的消息,居然跟了过来。 妹妹你不能抢我未婚夫,我们都已经订婚了,难道你要做小三吗? 邹圆圆一声吼,咖啡店所有人都听见了,并且许多吃瓜群众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,小姑娘吃惊,她刚想解释什么,就被我打断了。 你多次出轨,邹圆圆,我要报警,举报你聚众淫乱,你可就进去了,好聚好散不好吗?小姑娘的嘴巴张得更大了,眼神一直在我跟邹圆圆之间徘徊,邹圆圆突然就对我跪下了,我真的怀疑她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。 千语哥,你真的误会我了,我们之间都是误会啊,你又不肯听我解释,怎么能来跟别人相亲呢? 难道你真的不要我了吗?邹圆圆说哭就哭,她的演技已经练得很熟练了,我们可是在一起六年啊,她一直嚷嚷着,其实我本不欲在别人面前提起这事,多少也会影响我的面子,可邹圆圆一直纠缠,今天势必要说清楚了,是,是在一起六年,你去支教我在市区等你,你要的护肤品首饰,我哪一样没买给你? 甚至手机一出最新款,就立马给你换,你要一百万彩礼,我都给你,你在支教的时候,私生活混乱,要我帮你回忆吗? 我套出手机,因为怕她不承认,我直接把私家侦探拍下的电子版照片摆在她面前,这些全部都是假的。 她们只是我学生的家长,有问题请教我而已,邹圆圆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,死活不承认,我点点头,继续放出其他照片,当医院病例单摆在邹圆圆面前的时候,她彻底傻眼了。 你,你调查我,郝浅宇,我一心一意对你,你怎么能这样不信任我? 她哭了,她还觉得委屈了,难道你这些年就没有在外边乱玩吗? 你有钱有学历,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,怎么可能只喜欢我一个人? 所以按照邹圆圆的说法,她觉得我在外边有人,她就可以合理地出轨了。 邹圆圆,你还要我怎么爱你,什么都给你,甚至我们以后的生活我都考虑好了,什么都不需要你操心。 你的工作我也会安排,不知好歹四个字你会写吧? 我冷着脸看她,语气也只有冰冷的寒意,在真正对峙的这一刻之前,我幻想过许多次,觉得她会忏悔,会真诚地道歉,然后挽留我。 我没有想到,她居然是把脏水泼在我身上,企图让我跟她一样肮脏,这样我还有什么理由嫌弃她呢? 一旁还有许多人在看笑话,我深吸一口气,去前台买了单,然后让相亲的妹妹先回去,不好意思,今天可能不能送你了,让你有了个不好的相亲体验,真的对不起,没事,下次你再请我吃饭,赔礼道歉吧。 小姑娘通经打理,笑嘻嘻的就要走,我愣了下,还有下次,我失效地点点头,同意了她的要求,至于还在哭闹的邹圆院,在我离开咖啡店后,她也跟着跑出来了。 好前雨,你能这么快就相亲跟别人在一起,你敢说你没有背叛我吗? 还有这位妹妹,她今天可以做局把我甩掉,以后无论你们在一起多久,她也能义无反顾地甩掉你,准备开车离开的姑娘,打开了车窗,她望着邹圆圆似笑非笑, 姐姐,难道相亲就一定要在一起吗?或许我跟好前雨会成为朋友呢? 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,那个东西对我来说,只会是锦上添花,邹圆圆纷纷不平地笑了,她的语气很是自嘲,你们是人上人,自然会这么说,你们哪里懂别人的苦楚,我是不懂你,但有一个这么爱你的未婚夫,你现在的处境完全是咎由自取,听说你还是个老师,却你还是少祸害青少年了, 因为你的诋毁,我反而觉得好前雨是个不错的人,人嘛,得不到才想毁掉,小姑娘笑着,随后踩油门就离开了,邹圆圆愣愣在原地,她失魂落魄地看着我,眼睛也早就哭肿了。 我也想不到,我跟她之间,最后会闹到这个地步,既然要分离,我就会跟邹圆圆说明白,避免她之后的纠缠,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都跟邹圆圆说了,包括她炸裂的小号,听我说到账号的时候,邹圆圆像是被踩住尾巴的老鼠,突然曝光在阳光之下,无处遁形,她窘迫地低头,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 我给你一个体面,是对这六年的交代,既然互相相爱,就应该信任,真诚,忠诚,这些都是最基础的,我话音刚落下,邹圆圆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,我知道,钱宇哥,我是真的爱你的。 这一点无庸置疑啊,难道你看不出来我的真心吗?她无比真诚地看着我,大喊着完全不顾其他人的眼神。 她迫切地想要得到一点安慰,我静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,沉默半赏,我叹了一口气,做不到基础的忠诚,谈和爱情,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。 如果我做了那些事情,你还会原谅我吗?或者换位思考,你觉得我还会不会原谅你?一个有过三位多天使的女人,我出于报复心理。 再一次点出了她的秘密,邹圆圆抓住自己的袖子,人总是在尴尬的时候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忙,她张了张嘴,不知道说什么,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,邹圆圆开口了,如果是你做了这些事情,我会原谅你的,因为我知道你爱我,这就够了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 你真的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?我从未喜欢过别人,心里真的一直都是你,千语哥,你真的很残忍,为什么要再救赎我之后再抛弃我?你让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?邹圆圆的话突然点醒了我,佛祖都度不了众生,我如何能就一个这样欺骗我的女人? 我认识的邹圆圆是戴上了面具的她,那个小号,包括去支教寻找刺激的她,才是真的邹圆圆,婚姻不会是她停止找寻刺激的终点,我跟她可能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 是彼此要度过的情节,没有人会突然放下一个爱了好些年的人,除非看破她的真面目,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时候,颠覆自己的三观,彻底厌恶这个人。 而邹圆圆就做到了让我有这样的感觉,道德都约束不了你,那么你更不可能用你嘴里的道德来约束我,我留下这番话,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 认识一个女人,用六年的时间给自己上了一节沉痛的课,不能说值不值得,都是哥的经历罢了。 邹圆圆挽回失败,彻底破罐子破摔了,她联合她妈妈找我要分手费。 甚至来公司闹,秘书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,我正在开会,老板,要不然把邹小姐他们先请到休息室,我去招待他们,秘书小心翼翼地问着,不用,帮我联系几个人,秘书愣住了会儿,立刻照做,一直到傍晚,秘书给我发消息说人叫来了后,我才走下去,邹圆圆站在她妈妈后边。 更多的是默认她妈妈的行为,好钱与你个负心汉,躲在公司里不出来,就可以像没事人一样了吗? 我告诉你,一百万分手费,一分钱都别想少。 邹圆圆说完,气喘吁吁地瞪着我。 喊了一天,她嗓子也哑了,我看着邹圆圆,你也想要这一百万吗? 邹圆圆犹豫了会儿,最后被邹圆掐了一下,然后坚定地点头。 你害得我哥哥已经进去了,我要给我爸妈养老,要这一百万根本不过分,他怨恨地看着我,我也点点头,给秘书发了条消息,此刻正是下班高峰,公司门口聚集了不少人,还有附近公司下班的白领,几个收了钱的乡村大汉,看见邹圆圆就要打,你个死娘们,居然怀了我儿子,还偷偷地打掉了。 你以为跑到城里,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吗? 答应好给我们几个生娃,还敢偷跑,幸好我们留了一手,其中一个大汉掏出手机。 就开始播放视频,邹圆圆大吃一惊,她崩溃着要抢夺手机,可她被其他两个拉着打,根本不能还手,邹母护女心切跟他们拼了, 两个妇女怎么可能是几个大汉的对手,这一出闹剧,在警察来了之后才结束,邹圆圆哭着一直说冤枉,甚至想把我拖下水,而有钱人做事,自然密不透风。 她不肯因为聚众淫乱醉进去,只好千谅解书,放任那几个大汉离开,邹圆圆看他们的眼神阴狠毒辣,可却无可奈何,今天这一出戏一上演,她想在这繁华地段当老师是不可能的了。 郝浅宇,你太过分了。 我冷笑着,你跟你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,没想过我会身败名裂,我转头,就向警察举报,他们母女二人勒索我,公司门口的监控高清无码,证人也多得很,企图勒索一百万。 我请律师要告他们,最后邹母为了保邹圆圆,自己进去坐牢了,从法院出来的时候,邹圆圆看见我就恨不得撕碎我,我真后悔爱上你,你居然让我家破人亡。 我后退两步,跟她保持距离,邹圆圆你是个老师,不懂得明辨是非吗?放任自己家人做违法的事情的时候。 我看你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,害人不成道打一耙,你可别给女人招黑了,你的作为令人发指,我一口气说出来了,心中最想说的话,掏出车钥匙,就准备开车离开,邹圆圆猛然趴在我车上。 你不准走,除非你从我身上压过去。 我以为她有多大的决心,在我驱动车子的时候,她立刻就闪开了,她错愕的不敢置信的样子倒映在我的瞳孔中转瞬即逝,以后我的人生不会再被这样一个女人影响了。